旧新聞 如果新聞是舊的應該就不能夠叫新聞 應該叫舊文 總之今天的事件大概一兩年前就開始了 直到今年二月份才算是有一個比較圓滿的小結局 我覺得這個事件蠻值得我們借鏡的 所以來跟大家分享 流行歌手Ariana Grande 謝謝下一位 OK 現在都不可以用任何唱片公司流行歌手的MV 哪怕是一秒 兩秒 三秒 四秒也好 因為你有可能會被唱片公司版權申訴Content ID Claim 一旦被Claim了之後就會無條件 不會經過任何審核 立馬生效 你這支影片的所有盈利 從那個時間點開始 所有的盈利就會歸給申訴方 也就是唱片公司 而且你還不能夠關掉盈利功能 最終創作者只能夠走YouTube的官方申訴管道 但是but but but 目前為止呢 在YouTube上最終的裁決結果是由申訴方來決定 也就是說如果他不撤銷申訴你也沒有責 YouTube小常識 總之Ariana Grande 我老妹看過她本人 說她本人超小隻的 但是唱現場Live的功力超強 她去年底跟作風直言不諱的英國資深記者 斜槓政治評論家 斜槓新聞談話性節目主持人 斜槓以前川普的誰是接班人 明星特輯的第七屆冠軍 Pierce Morgan 這兩個人槓上了 Pierce Morgan的作風一向都很敢講 但是經常得罪一票人 What are you worth? I don't know Yes you do No I don't know I bet you're one of the people who knows exactly how much you're worth I don't know how much I'm worth I bet you're a ruthless business machine I am ruthless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But what is your worth? Well then you know exactly where you're worth Anyone can find out how much money I make So I don't need to be Just they can What kind? Why are you shut up? Just shut up 就連以前川普在誰是接班人的決賽時都形容Pierce Morgan是一個 Arrogant Ruthless Evil Obnoxious的人 連川普都這樣講 可是呢 Ariana Grande可也不是什麼省油的燈 如果他認為被冒犯或者是被曲解 他也絕對不會只是摸摸鼻子認了 No Well yeah because people took my quote and made a headline out of it I know what y'all do If I post something That's what I'm willing to share at the moment Right but it becomes something That doesn't mean then you Ryan Seacrest With millions of listeners are entitled to more information Ariana和Pierce Morgan也不是第一次有摩擦了 各位應該還記得2017年英國曼轍斯特的恐怖攻擊 當時恐怖分子很冷血的襲擊了Manchester Arena 當時就是Ariana的演唱會上 隨後他就搭機返回了美國 而這時Pierce Morgan在推特上面寫道 英國女王去探視傷者了 但是粉絲們花大錢去看的明星卻沒來 12天之後Ariana回到了曼轍斯特 並且舉辦了一場公益演唱會 而且也去探望了粉絲 這時Pierce很罕見地在推特和節目上道了歉 I did say I misjudged you I thought when you went back home it was slightly cowardly Actually I'm looking at this young woman I did and I wrote a whole column to her saying I was wrong 不過顯然Pierce管不住她的嘴 還是應該說她的手 因為她很愛發推特文 去年11月她在推特上搶英國女團 Little Mix 剽竊了另外一個女團 Dixie Chicks的創意 於是雙方在推特上隔空交火 途中有一個人參戰 Joanne Grande 也就是Ariana Grande的老媽 我實在不知道為什麼她要參戰 但是她罵Pierce Morgan說 你老媽沒教你嗎? 當你沒好話可說 就什麼都別說 順道搶一下Pierce之前對Ellen DeGeneres的一些評論 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 講不完畢 這時Pierce Morgan又回了個洋洋灑灑 最後不忘附上一句 我情願Little Mix 用她們的才藝來賣唱 而不是賣肉 就跟你女兒一樣 這人真的很敢講欸 Coco Co 欸先生你有事嗎? 但是招惹到Ariana可也不是什麼小菜一碟 接著Ariana參戰連環豬炮式的還擊 講到捍衛女性的尊嚴 說女性可以同時兼具才能又展露性感 說這是我們的選擇 這是我們的 老不可以唱 會被本身申訴 又說我期待看見有一天你能體會 要刷存在感 比起批評年輕美麗成功的女性 有更好的方法 我覺得那對你來說會是好事一件 對你的事業也是 儘管她所剩無極 最後再挖了一張Pierce Morgan以前的照片 直接開嗆 所以你做就可以齁 真的不是改的 真的不是改的 好 後續怎麼樣繼續唇槍舌戰 這已經不是重點了 沒什麼營養 營養的在後面 上個月顯然冤家路仔 兩個人在洛杉磯同一間餐廳用餐 遇到仇人見面 分外眼紅 應該是這樣吧 結果跟我們想像的有一點不一樣 Ariana跟Pierce碰頭 結果兩個人就坐下來聊天 一聊聊了兩個小時 到底聊什麼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根據Pierce Morgan事後推特文 我們可以揣測 兩個人應該是盡視前嫌了 Morgan寫道 我們在LA一間餐廳遇到 他跟我聊了一下 結果兩個小時過後 我們還在聊 我們笑了 我們爭論了 他哭了 我差點哭了 久過三巡 我們感覺很契合 結果發現 我們還蠻喜歡彼此的 真奇怪 謝謝你啦 Ariana Grande Next 還記上了一張他們兩抽家 啊不是 兩朋友的 絕嘴裝可愛照 顯然 Ariana比較熟練 Ariana 則回應到 感謝你讓我笑開了 也有了些很有建設性的對話 遇到你很開心 Hashtag 未來女權主義者Pierce Hashtag 期待 OK 事情發展到這邊 你覺得這件事情怎麼樣呢? 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遇到讓你覺得很討厭的人 你會怎麼處理呢? 如果你是Ariana的粉絲 或者是Pierce Morgan的觀眾 你會怎麼想呢? 我個人是覺得這件事情 還蠻圓滿結束的 因為原本兩個很對立的人 後來開始了對話 開始了溝通 我覺得這是一個good beginning 一個好的開始 但顯然不是每一個人都這麼想的 接下來有人開始回覆Ariana的推文 Wait What? 蛤?蝦咪? Ariana就很耐心的回答 Oh 我們就在餐廳遇到 我決定跟她坐下來聊一聊 我覺得有一些進展 事實證明 面對面對話會比較良善和溫和 即使彼此不同意彼此 另一個粉絲回 Ari 親愛的 她用外貌修入了Little Mix欸 Ari也耐心的回答 我們也聊了那件事 我是一個平和卻也很熱情的人 若抓到機會 我會當著對方的面 很友善的把我想講的都說出來 就像這一次 我不瞭解跟人對話 究竟有什麼好批評的 我到底哪裡有說 她以前所說的都是OK的 接著她又解釋 事實上 這就是為什麼我一開始 跟她坐下來對話 我看見了一個可以跟一個 如此持相反意見的人 說道理的機會 我瞭解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我不會為了我這麼嘗試而道歉的 就這樣 但是又有人回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Ariana的自滿 才會讓人這麼感到失望 只要他們兩個人之間 可以向文明人相安無事 她到處攻擊別人 就被合力化 真是極端 又讓人大開眼界啊 這個推文可能讓Ariana 有一點爆氣 她就回說 才不是 我在那段 你完全沒聽到的對話中 一點也沒有感到自滿 只因為我對一個人可以改變抱有希望 你就這樣假設 讓我感到很難過 當我看到機會 我不會停止 跟我不認同的人對話 希望你也是 當然也有力挺的粉絲 人們在網路上說的東西 卻沒有勇氣在面對面時說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Ariana抓住機會 跟Piers交換意見 All love here Ariana這時候情緒可能有點上來了 就直接飆出了F炸彈 人們以為我成功了 就可以瞬間行出F*** Miracle嗎 最好是他們都瘋了嗎 老兄我只是想嘗試並說出我的想法 我試著相信人性即便有多麼困難 總之晚安 這其實真的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當中有蠻值得省思的部分 其中有兩點 第一個是當我們跟別人持不同的 或甚至是對立的意見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就會下意識的 全盤否認對方的所有一切 而且就此劃清界限 我承認有時候我跟別人意見衝突的時候 我就會不想溝通 我甚至不想看到對方 但是往往後來發現 我們在這件事情上意見相左 卻在其他事情上有可能會滿契合的 但是如果我們就此 劃下楚河漢界 停止溝通的話 只會讓彼此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 人們說見面三分情 我覺得這個現象在國際情勢上很容易看見 當兩個國家元首因為國家利益衝突時 就會互相叫正 互相叫罵 Rocket Man should have been handled a long time ago Calling him a mentally deranged dotard 但是當他們有契機互相見面的時候 通常這種局勢就會緩和下來 通常就會有一些轉環的餘地 而這兩位男士來看看 但是一旦分開時間久了 又很容易陷入那種不相叫罵叫正的情況 所以小至個人大至國家 似乎要經常見面 要經常溝通 經常對話 理性的對話 才能夠解決彼此之間的分析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人其實不會想要擁有 可以透視別人內心的特異功能 因為如果你可以完全百分之百 知道別人對你自己一五一十的想法的話 你可能會活不下去 但是現在的網路環境 正在提供給我們一個 可以這麼做到的環境 別人當著你的面說不出口的話 卻可以肆無忌憚地在網路上說出來 到底是好是壞呢? 但是如果我們往後每一個人 在發文或者在留言之前 都可以先停留個三秒 然後想想 如果我是當著這個人的面 我還會不會這麼說 如果我是當著這個人的面 我還會不會這麼寫 有沒有更好的表達方式 如果這麼做 我相信不只是我們的網路環境 甚至是我們的社會氛圍 都會變得更美好一點 希望我們能夠一起讓自己 還有讓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 變得更美好 Peace 上個月顯然 鱗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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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鱗 呃